我看到一篇报导是这样说的 正如首先所说的 现在入政府的质素是否只会越来越低呢 公务员事务局的数据显示 在继的公务员17万 其实很夸张,17万有很多人 但是他的编制是要19万 这次是19万 当然非常严重 也极度夸张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因为钱多了 只要钱多 政府的钱多是用不用 说什么行工量值,什么浪费 他说的编制要19万先听 差1,7万人 差1,7万人 怎么办呢 你知不知道公务员的人工是多少呢? 人工开始 17万也好 19万也好 14亿 每年是给这班千多亿 他说 根据数据显示 月薪超过10皮野高级公务员都有空缺 2021年至2年 走了1万人 6,000是自然退休的 或者早退休 4,000是辞职的 增加一倍 增加一倍 为什么请那么多人呢? 钱多 为什么钱多呢? 因为要他们做dirty work 是不是 因为现在做警员的 要么是心理不平衡,要么是心理变态 你要说服自己做这些因质事 是可以继续,你要扭曲自己 去认为你做的是对 其实这件事是很变态的 扭曲人性 上面不是不知道的 中央不是不知道的 令到你们这班 你们这班英犬 要继续做这些埋没扭曲人性的事 就要付钱 钱是可以扭曲人性的 可以做一个补偿 一放 现在大家感怒不感言 你们这班黑警不知道吗? 知道你做警察 真是瘋了 全部疏远 只剩下你们这班人自己为威为 结果 整班禽兽继续在 或者越来越禽兽 质数越来越低 人是这样的 人往上流 你群上那些聪明的人 有文化有质数人就越来越聪明了 只剩下近朱尺 整班人就越来越差 人都越来越扭曲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 偷东西 偷窥 为什么会偷数百元 你想想 其实全部都有一个解释 为什么要偷 数百元的猪扒 都要偷 抑制不了 那种压力就是 你又不是没有钱 你只是大多钱 做警察现在很多钱 很多钱 工作很稳定 现在有什么问题 没有反对派 没有黑暴 限制令都没有 没有什么好做 又没有示威 没有游行 什么都没有 什么人都没有 什么人都没有 有什么压力 压力就是人 他在街上 每个人看着你的目光 你都疑神疑惑 是不是他知道我们是黑警 背后捅了一刀 是不是背后玩他 死黑警 721就不见人 我不是贊成这些行为 我不是煽动这些行为 是你们自己 一定会想的 你觉得不是就不是 你不用跟我拗 不是的 我们警察现在 身心健康 状态不知 我们每天就打球 晚上我们看书 我们就喝酒 我们不知 身心愉快 你觉得是不是 你不用 你不用解释 你说是不是 我们看的案件 就不像 为什么那么多 偷窥 逼个仔打飞机 是不是 这个还有什么 什么强奸 是不是 就是 多么恐怖都有 还有那些吸毒的问题 吸毒 黄赌毒 这些你们自己知道 是不是 那 于是就要付很高的钱 那你也要claim 怎么办 亂招聘 所以警务处 我是警务处 说得很严重 我是 我是处长的话 香港很严重 孤狼式 嘟嘟嘟嘟嘟 又爆炸 那里又枪杀 那里又吹劫 我告诉你 香港警察 现在是乐见 香港越来越乱 那就再请多些人 再claim多些budget 你这么阴谋论 很快 现在没有疫情 开放了 太平盛世 看看是否太平盛世 食患处 也是罪人扑街 教育局 懲教署 也是罪人扑街 房屋署 累積空缺 接近1万人 全部离职潮专业 专业更加是 譬如 护士 医生 流失率 接近8-10% 任职医生超过20年的张女士就说 近年很多公立医院 因为移民离职 走了很多 有亲北京的医院建议 容许有中国 资历的香港人 在香港有限度注册 输解人寿短缺 他质疑找回来的人才 是否符合香港所需 逐样说 当公务员走了那么多人 会出现什么情况 第一 当然是良寿不齐 当然是乱纠 但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所谓 真的没什么所谓 你的公务员不是要聪明的吗 香港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公务员 香港如果制度是好的话 这班公务员 坦白说 其实是很舒服的 你处理人事是非是斗争 独裂也是的 有什么那么辛苦 做很多PayPal Work 就是PayPal Work 是吧 社会自己晓瘟 社会自己假定 好了 但当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班公务员 你不是靠公务员解决问题 现在也不会让公务员解决问题 因为他架空了公务员 当你有 问责制那一刻 空降局长那一刻 整个公务员团队 基本上是一个 臃肿的大笨象 发挥不了 你多厉害都没用 好了 现在你不够人 第一点 你会请一些 未够质素的人 你的服务只会越来越差 第二 你减不了人工 你不够人还减不了人工 你不会减不了 即是你的开支都减不了 所以你的政府 成本越来越高 匯报越来越低 施政越来越差 民意越来越高 就是这么简单 差在什么时候爆 那么就到了专业那一部分 很多专业理论上应该是受不了 因为你专业 先不说政见 只是说专业 你觉得专业的 例如说 防疫必须要这样做 你说不是 上面说清零是清零 你是一个正常的 不要说是医生 正常人一想 清零也没用 正常人都知道清零是昂咎的 只是操控而已 有帮助防疫吗 我说大家心声 一枝昂咎 限聚令昂咎 所有东西都帮不了疫情 你跟我说科学法 真的好像伍淑娟那样说 你一个事实基础都没有 你说有 你给你一个数据 你给我一个数据 防疫怎样帮到疫情 你的限聚令 你的安心出行 你的疫苗通行证 怎样帮到疫情 你给你一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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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不了 你不是侮辱我们 你侮辱医护医 当然要走 好了 很多 例如去英国 英联邦是好很多 很多在台湾的 不受重用 但是我又要 明白的 我也有帮你们 其中一个帮你们 说出情况 这个是 我只能够包容地 对台湾政府说 是很可惜的事 我认为是很可惜的事 但是 我又必须再跟专业人士说 你可以骂人 你可以 怪责 怪责 政策 但是 骂完怪责完之后 你都要 第一件事要帮自己思考 如果你真的想不到出路的话 那就过去英国市 虽然之前有这样的新闻 但是 正如我昨天所说 到处都有困境 哪里没有困境 而我认为 抱歉 专业人士 你们在香港 其实是很有 我不是说你们不厉害 你们当然很厉害 但其实 你们在香港的待遇 是很高的 专业人士在香港的待遇 很高的 会计师 医护 律师 医生 为什么这么高呢 因为香港 赚到钱 你们专业人士 用经济学最简单的说法 你们就维持这个游戏规则 好像《立场》篇文 游戏规则很重要 游戏规则 奠定输赢 一个专专业的游戏规则 最厉害的人 最能赚到最多钱 你的制度会保障 保障私有产权 市场经济 就是这样的 所以 你们说你们值不值钱 是计算不到的 因为这个游戏规则是无价的 它能够创造无限的财富 现在 极权之下 没有专业 你们 都不值 是吧 而你们的待遇 我认为在世界的很多地方 在香港是很好的 所以你先要把你们的 那个 自尊也好 或者那个想法也好 你真的要吞低一点 你用你自己香港的待遇 如果在世界上想找一份 我要找回以前的 你会很辛苦 除非你真的很拼命 这是有机会的 这个世界很大 英国的钱 英国经济不好 别人是一个国家 人家最擅长的 找钱 打死你 不要笑死人 但你要去到那些位置 你可能要面对很多压力 语言能力的挑战 种族歧视 等等 可能你会很辛苦 如果 你想说没那么辛苦 你必须要把你的待遇 要降低 我亦都希望和你们说 其实是香港才要赚那么多钱 才能买到个开心 你在外国 你不是要那么多钱 你可以重新想 其实人是不是要赚那么多钱 不是 开支很大 其实 你生活得简单 开支又不是要那么大 你在英国 你除了伦敦 某几个地方 例如Newborn Street Piccadilly Circus 或者你去Fortnum 你去黄金地段以外 你拿个LV出来 都没有人理你 你拿个Chanel LV Hermas 都没有人理你 没有人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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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了 我希望和一些专业人士 做一点 分享 要把自己降低一点 如果你想离开香港 如果你受不了香港 如果你想离开香港 做一宗案 判了 就是19年8月11日 包围尖沙罪警署 最后 有七人判三至四年 三至四年 不逐一说 OK 想说的就是 很多 那时候是19年 19年 然后就被捕了 即是说 现在有很多经意 是囚禁了三年 或者等了三年 不要说囚禁 因为我看不到囚禁多久 但我都等了几年 那么法官就说 明白 你们等的期间 当然有压力 但是 没办法 你们又不认罪 或者持认罪 不怪不得人 就这么看 现在他应该要快刀斩乱马 很多暴动的 当然全部都是老屈的 是吧 就是 永远暴动 拘捕的都不是 最面前 扔东西 或者那些人 但是他现在 一律照杀 不认为 总之 他都用这一招 就是说 虽然被告不是领导者 甚至有些案 虽然被告没有明显参与暴动 但是 你蓄意留在现场 就是壮大暴动的人数和声势 你就是暴动 他现在全部都会这样判 他将来判得很快 全全部都是这样判 三年、五年、七年、三、五年、三、七年 全全部都是事、弹、球、弹、棋 那你就不是专业 那就不需要专业 你找狗照片都可以判 这个判的 暴动三年 暴动四年 没所谓 他又不派你上数 上数被你推翻也无所谓 就再上数 他又再上数 你够他玩吗 你不够他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需要专业吗 他不需要专业